该不该读大学? 其实这个问题呢 从我一开始进大学期 迄今为止 都还在听到那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这10分钟 如果你听懂了 它一定能改变你的人生 阿里哈记哟,我是HarenU 如果您新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深风 我是一位专修统计学 即将毕业的马来西亚大学生 身为一个视频内容创作者呢 我并不会告诉你 你应该还是不应该去读大学 而是我会让你在看完这个影片过后呢 转个头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 因为我接下来所要讲的内容呢 它会给到你一个 专属自己的思维模式 所以如果你听得懂呢 它一定能帮到你 那我们就开始啦 如果我们今天以经济能力的因素 来开启我们的话题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了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个富二代富三代 你真的很有钱 家庭背景真的超级无敌好 我讲一句实话 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读大学都好 甚至你读了大学都不法毕业都好 你都没有后顾自由 为什么? 你的靠山如此之大 真的足以满足你一切的需求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有没有读大学 完全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是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 或者是比较平寒的家庭的话呢 你也可以通过你努力读书 然后呢 去申请奖学金 助学金 贷学金 来让他们助你一臂之力 达到你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 那就是读大学 但话说回来 这些奖学金 助学金 贷学金 是未必能申请得到的 因为有些人他怎么读都好 他怎么努力都好 都是达不到那个需求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看一下 你能不能办公读 如果你能办公读的话 那接下来又要看一下 你办公读的钱呢 是否能够cover你的生活费 你的住宿费 还有你的学费 那如果说你办公读赚回来的钱呢 足够支撑你的生活费 住宿费跟学费呢 那你就可以去读大学 那就无所谓 那万一你办公读赚到的钱呢 他只能支撑你的学费跟住宿费的 那其实你就要看看一下 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支撑你的生活费 或者你父母可以支撑你生活费的 那其实你就可以去读大学 但是万一如果真的情况真的是不是很乐观的话呢 连生活费 连住宿费 连学费三个刚刚好都不能支持的话呢 其实你内心就已经有一个答案 你能不能上大学 所以话说回来啊 经济能力这个因素呢 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因素 能瞬间让你看到你能不能读大学 但是这个经济能力的对富人来说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因为他们这么有钱 但是如果你是富家子的话呢 我有一句话跟你说 很多人说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会讲富不过三代 就是因为富家子其实很安逸 他太舒适了 他的舒适圈真的很大 就很多富人的孩子就会想说 哎其实不管我读大学还是没有读大学 不管我读的好不好 成绩好不好 其实我背后的江山迟早都是我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才会有富不过三代 所以如果你是富人的孩子的话呢 记得我这句话 创富守富传富 你家人已经帮你创富了 接下来你就要守着他传给你的下一代 永远记得我这句话 那如果是一个小看之家的话呢 其实啦 你也可以申请这些助学金讲学一代酒精 但是取决于你要不要努力哦 所以看来经济能力这个因素啊 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因素 能瞬间让你看到你能不能读大学 但是呢 经济能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今天就来跟你们讲一个真相 真正影响你做决定的因素是 决定你未来的不是你有没有上过大学 而是你肯不肯学习 其实这才是重点 为什么一间公司 他在聘请你的时候 还要优先看你的履历 其实换句话来说 他就是看你的学生能力强不强 如果强 哎 欢迎来到我公司 成为我们的公司合作伙伴 如果你不强的话 抱歉 您不符合本公司的需求 如果你什么都不肯学 你学习态度真的很不好的话呢 其实啊 我可以讲很抱歉 其实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你的圈子永远归类成失败的圈子 我就问你一句话 世界上有多少成功人士是不爱读书的 啊当然啦 世界无奇不有啦 一定有不爱读书的成功人士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巴菲特 Bill Gates Steve Jobs 我知道Mark Zuckerberg 我知道马斯克 都是很爱学习的人 他们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时间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所以啦 你看学习在这个社会上重不重要 其中一个导致你申请不到奖学金 申请不到助学金 申请不到带学金 原因就是你的学习态度不好 你学习态度不好 导致你成绩也不好 成绩不好 导致你申请不到奖学金 助学金带学金 所以你看看一下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当然我不能排除说 有些人学习态度真的很好 但是他就是 就是考不到好成绩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讲的是学习态度不好 而引导到你申请不到奖学金 所以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 学习态度啊 是所有问题的根 长住先长根 利人先利的 一棵树如果连根都不稳 那棵树怎么会稳呢 我相信每个人 都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的 根呢 其实就是学习态度 只要你学习态度好 我接下来所要讲的内容 一定能帮到你 我就要来跟你们做一个实验吧 你说就是你们 看着这个影片的你们 我来问你们一句话 心中马上pop一个答案 出来给我 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相信影片前的你们呢 有很多个都是这样的反应 就是对哦 我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耶 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你也不必要去 伤心什么 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 很多人的现状 无论是大学生都好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他没有开始工作 他真的就没有目标 其实很多人呢 没有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而导致呢 他们不知道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如果你是一个 有规划你未来的人呢 其实啦 读不读大学 这个问题在你心中 已经自然的有了一个答案 你说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五年后 十年后 你会成为怎样的人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其实有很多 还是对自己未来很迷茫的人 既然你在看着我这个影片 我们这么有缘分 我就一定要帮你 所以接下来的五个问题 你们一定要截图起来 我希望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 上大学能否帮助我实现这些目标 我有没有已经确定的职业方向 如果有 我需要哪些技能和知识 才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在未来五年 十年 我要达到什么目标 我应该指定哪些具体的计划 以实现这些目标 我的个人生活目标是什么 我希望在个人生活方面 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完成了这些问题过后呢 问自己一下 五年 十年后 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相信这五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大大的减少你对未来的迷茫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 一二三四五 它是连着下来的 你没有填第一 你就填不了第二 你没有填第二 你就填不了第三 所以这五个问题 你们真的是要需要慢慢去思考 慢慢去想一下 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不要着急的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着急的话 回答出来的答案可能是错了 所以好好地认识自己 好好地跟自己沟通 才来回答这个问题 看完这五个问题后 其实我相信会有人 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在他本身身上 所以我就给你两个 不同领域的例子 记得把它截图起来 好啦 其实看完这两个例子呢 其实你对读大学已经有了一个概念 你甚至可能都已经知道自己要不要读大学了 所以读不读大学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取决于你往后的去向 你要做什么职业 你要做什么工作 想必你认真回答这五个问题过后呢 其实我相信啦 你心中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所以读还是不读 取决于你自己 如果你是想要当专业人士 比如说精算师 律师 工程师 医生的话呢 其实大学就不是你的选择 大学是你的必经之路 你一定要有大学文明才能去做这些专业人士嘛 你说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工作是不需要读大学 或者大学根本就没有这一门课的话呢 大学就是你的选择 你要不要读大学都取决于你自己 为什么你会说我不懂以后要做什么 这是因为呢 你认识的世界还不够广阔 你遇到的人数还不够多 所以你的认知并没有很高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对未来很迷茫的话 不妨听一听马云怎么说 有人讲比尔盖茨大学没读完 杨智元哈佛的博士博要的 全世界也就一个比尔盖茨 也就一个杨智元 我认为这种概率 就像朝天打了枪 刚好打在一个鸟的眼睛脑袋上掉下来一样 这种概率不能去学 读书 大学不读 出来创业 总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大学里你学的东西对你未必将来也有用 或者你学大学的东西 跟将来你成功跟它没什么关系感觉 但事实上 体系的学大学对你是有帮助的 人要成功 要有情商 智商的成功 一定来自于大学的学习 对 其实就像你已经规划了你的未来 在你这个年龄段呢 18岁到22岁左右呢 我们可以说 思想是不够成熟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做的规划 做的决定呢 会因为日后的变化而去改变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这3到5年的大学时间呢 去探索那些你没有探索过的领域 去好好认识新事物 去提高你的认知 因为大学并不只是拿来读书 其实与其你把大学当成大学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其实我们可以真的好好利用大学呢 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有机会我再跟你们一一讲解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当你在做到那5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必须得去认真的了解 你要读的那一个科系 所需要到的东西 它需要读什么 要不然真的会发生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我这里给你一个例子 假设你曾经很喜欢计算机科学 并且决定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科学专业 因为你认为这是一份能够帮助你 成为一名优秀软件工程师的专业 但是当你开始学习计算机科学时 你发现这个专业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样 课程内容并不是关于软件工程或者编程的 而是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计算机科学课程 虽然这些课程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非常有趣和有用 但是对于你来说 他们并不是你所需要的也不是你想要从事的职业 所需要的技能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你的职业兴趣和目标 并决定是否需要换一个更适合你职业目标的专业 或者你可以选择将计算机科学作为你的辅助专业 并在其他领域寻找更加相关的专业或课程 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 重要的是要识别自己的职业目标 并选择最适合你实现这些目标的专业或课程 这其实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大学生读着读着 他就不读了 你的专业其实真的很像爱情 因好奇而在一起 因了解而分手 你好奇这个科系读什么 所以你去跑来读这个科系 然后你发现 哇靠他根本就不是我想的东西 你又离开了 所以你必须得彻底了解一下 你的那个科系要读什么 你可以去问你的学长学姐 你也可以去Google一下 或者你可以问一下现在最火的那个chat GPT啦 都是可以的 总之去了解了解先才做这个决定 首先我们必须得理清一个现实 万事起头难 无论你有没有读大学的好 一个有读大学 一个没有读大学的人出来工作呢 前期的薪资其实都是很低的 也没有说完全都很低 但是大多数majority是蛮低的 可能就1800到2500之间 所以说如果你要赚大钱 在前期是蛮难实现的 但是读大学能不能赚大钱 能的 但是我也想告诉你一个事实 就算不读大学也能赚大钱 你身边也没有这样的现象 你身边有读得很好的同学 读得不好的同学 你有没有发现通常读得不好的同学都做老板 而他们赚的钱比那个读得好的同学 还要多 这其实就是一个现象 因为你有没有读大学 你出来的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你要知道啊 你现在读什么科系 你出来其实未必要做那一个行业的 不要用家园思想活在全球时代 不是说你读这个科系 你就一定要做这份工 我就问你一下 如果你读这个科系 你出来做这个行业哦 一个月三千块钱 然后你发现其实 我卖那个产品 我可以一个月有一万块钱呢 你要哪一个 一万块还是三千块 所以你读什么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圈子里面 跳出来 好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听清楚 你真的是否有想过要上大学 还是你只是在跟风 我希望我这个问题 它有成功的点心你 成功让你有感触一下 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的话呢 还是你已经毕业了的工作人士呢 还是有经验的人呢 你有什么想告诉你学弟学妹呢 都留言在下面啦 我们做个好事啦 一定能帮到他们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